这可是皇帝陛下亲赐的黄马褂 见到这个你还不得快快给行礼 都知道清朝御赐黄马褂分量之重 哪怕是那些位高权重的钦差大臣见了 也得多少卖上几分薄面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 虽然在得了御赐黄马褂后 让这些人的脸上备有光彩 可要是让他们穿在身上 却又是千百个不愿意 就好像一穿上这件赏赐 要远比死更加难受似的 可这又是为何呢 以明皇为尊的由来 自打清军入关并一举夺得中国古代政权后 为了彰显统治的独特性 清朝皇室曾对治下的百姓 定下了数不胜数的规定条目 而其中最为严苛 最为常见 也最容易触犯的 便是穿衣颜色的规定 说来也是有趣 这条规定竟还源于满洲人的信仰 众所周知 满人虽仅有数万 但他却分别有足足八旗 而身为清太祖同时也是乡皇旗之主的努尔哈赤 则统领着这八旗 或许是出于对这位掌舵者的崇敬 这八旗便或多或少地以乡皇旗为尊 甚至还下意识地对旗主的衣着的黄色 近乎狂热地推崇 哪怕身为努尔哈赤第八子 兼乡白旗继承人的皇太级继位 这种推崇却也并未因时间而消散 反倒还越来越浓 甚至还让清朝拉开了以皇为尊的序幕 当然清朝所严禁的皇并非所有的皇 一般的官员权贵 仍能使用土皇金皇杏皇等黄色子重 他们唯一不能穿的皇便是皇帝专属的明皇色 若胆敢擅自穿上清者打入大牢重则九足剥离 毕竟在清朝皇帝们看来明皇色是皇家的荣誉 也是皇家的脸面 谁敢擅自穿上无疑是种对皇权最严重的挑衅 哪怕是被皇帝们来上一场九足削削月都毫不为过 而在清朝历史上也有一个糊涂蛋 用这种糊涂举动招致了自己的凄惨结局 对顺治帝福林而言 多尔滚曾是让他敬爱的皇叔父 就连他这皇位都是多尔滚帮着夺来的 1643年皇太极蹊蹺死连一个遗言都未曾留下 在这风云骤起之际 两位权臣便开始为更多的权势而大打出手 一个是皇太极长子却非嫡子的豪格 一个呢则是身为皇太极兄弟 且为清朝履历战功的多尔滚 为了权与历两人之间不知道 展开了多少次的明争暗斗 也不知多少次把对方伤得血流不止 也许是害怕又或许是想在明面上速战速决 豪格已得小福薄 魏尤在这场权力纷争中 故此退出一举便把多尔滚 给架在了不仁不义的火坑之中 虽然大半辈子都是在战场上度过 可这并不代表多尔滚的脑子就不大好使 眼瞅着事情将要大条 多尔滚便立马推举皇太极 年仅六岁的儿子弗林继位 这么一搞的确让多尔滚身上的压力小了不少 可却让弗林母亲笑装文皇后头疼不已 可为了保全孤儿寡母的安全 笑装文皇后却又不得不认可这样的安排 便在此后主动选择与多尔滚合作 甚至还借顺治帝之名将其封为都亲王 虽然在多尔滚前面还有一位正亲王吉尔哈朗 但由于他跟顺治帝一方更加亲近 且能力更为出众 没多久就让都亲王多尔滚 成了事实上的首辅大臣 哪怕是郑亲王也得去考虑多尔滚的执政意见 更可怕的是在问鼎中原后 对多尔滚极度崇敬的顺治帝 还在笑装文皇后与郑亲王等人的引导下 一路从皇叔父摄政王被改成为皇父摄政王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同一时期 亲人张皇炎曾声称有太后下架 即笑装文皇后下架多尔滚 这个状况虽未被明确记载 但证实青石路与东华路上的皇父字样 却在暗示着此时存在的可能 因此这段太后下架也被人们视为清朝四大奇案 不过哪怕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皇父 可多尔滚在顺治帝一招却地位高得吓人 在朝廷上一言九鼎不说 他甚至都能公然地忽视顺治帝的意见 末世顺治帝的想法 就这般模样要远比古十亿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赵高更要离谱 甚至离谱到什么程度 多尔滚都有了想取而代之的想法 作为顺治朝的红人与功臣 多尔滚自然也少不了皇马褂的赏赐 只是跟其他人不同 多尔滚的皇马褂还是正儿八经的明皇 原本啊这样的明皇是不会有人穿 也不敢有人去穿 毕竟这可是皇家亲赐的明皇皇马褂 其地位等同皇帝又有哪个臣子敢公然去穿 都没那个想掉脑袋的胆子 正常的臣子也只会把这身皇马褂当成莫大的荣耀 撑了天也就只敢把皇马褂内穿 不敢有半点的招摇过世 可多尔滚不同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 鞠躬自傲的他 竟像旁若无人似的在宫廷中嚣张晃悠 途中遇见了某些官员 甚至还漫不经心地问了句 以他的惊世之才到底配不配穿上着一身皇马褂 可此言一出 却把周身的官员给吓得亡魂大冒 就算顶着掉脑袋都危险 也得劝上一句 绝不可为之 要知道彼时的多尔滚可视 顺志朝最当之无愧的第二人 只需他一句话都能让那些官员家破人亡 可就算他恐怖到了如此程度 却仍有人在与他距离力争 就算死也不愿多尔滚穿上件明黄色的黄马褂 由此可见 哪怕被赏了黄马褂 可能穿明黄色衣物的却仍仅有皇帝一人 即便是能独断朝纲的多尔滚也绝不可逾越 或许是做得太过 在多尔滚去世后的不久 却遭到了来自顺志帝的报复 明明前脚才将其尊为敬义皇帝 可在几月之后 暴怒的顺志帝却转头把一切 追风都给他取消得干干净净 不光如此暴怒的顺志还对 去世后的多尔滚毁目绝尸 就连多尔滚的遗体 都因此而遭到了最大程度的侮辱 虽然其中有多尔滚生前政敌的努力 但一些学者猜测多尔滚的凄惨深厚事 恐怕与他欲穿明黄色黄马褂 这样的嚣张举动有极大关联 毕竟皇家无情 哪怕是至亲宠臣有所僭越 也得遭一趟皇家的圣怒 当然在清朝黄马褂不是说赐予就能被赐予 至少在清朝前中期 能被赐予黄马褂的也就仅有 类似于多尔滚这样的权臣 至于普通的臣子 则是想也别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